阿波罗新闻网 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阿波罗网报道 习近平无意中大扑内情 现在和苏共垮台前一模一样 综合报道 被乌 俘虏俄军雇佣兵上电视 你猜哪国人最多 拿87%选票 普京宣布连任 西方各国指责选举不公 无合法性 俄大选最后一天 中午反普京行动引爆全球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天 亚洲时间星期一 请您多多支持 您的点赞 转发和留言 将推动油管推荐我们的视频 让我们一起成长 也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共党魁无意中大扑内情和苏共垮台前一模一样 阿波罗网报道 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 中共《求是》杂志16日发表中共党魁讲话 这是其在2023年1月9日的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其中大扑中共党内真实情况 习近平在谈到面对的所谓几大难题时 暴露出中共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 例如 他说 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云云 他还说 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也带来干部良幼并存 参差不齐 这些话让人想起义立钦在一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 所曝出的惊人真相 当记者说到苏共最鼎盛时期党员打2000万人时 义立钦说 我需要纠正你的一个错误 苏共2000万人的时候不是其最鼎盛时期 而是其最虚弱时期 因为这时绝大多数人入党 绝不是因为信仰 而是为了谋取党内职务 有了党内职务 他本人与他的家庭 甚至亲戚朋友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额外利益 这就意味着党员人数越多 苏共对国家与群众的利益伤害就越大 显然 今天的中共和垮台前的苏共一样 已经处于其最虚弱的时期 因此 中共虽然不断对外表现出 咄咄逼人的战狼姿态 但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却说 许多党员 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 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魔力 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抑制消沉 不思进取 容易在斗争面前 慌了心神 乱了阵脚 中共宣传机器这几年的所有吹嘘 都被中共党魁这一段话彻底揭穿 这段话同时也告诉国际社会 卡脖子战略非常有效 不仅如此 中共党内还存在其他问题 例如 讲话中说 党的规模大了 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 小圈子 小团伙现象 容易出现伟大不掉 自行歧视问题 其实 中共党内存在所谓山头派系由来已久 和规模没有关系 例如 毛泽东在1966年8月曾说 党外无党 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 千奇百怪 中共党内早就山头林立 很多人不知道 这句话不是毛泽东最先讲出来的 1927年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 在其国民党四字经中说 党外无党 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 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 放屁胡说 党化教育 专制余毒 之所以中共现在不敢再提后16个字 那是因为正好骂到中共自己 被污俘虏 俄军雇营兵上电视 你猜哪国人最多 据乌克兰电视台16日报道 当地时间周五 乌克兰首都基辅 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新闻发布会 主角是一群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战俘 黄种人 黑种人和白种人都有 这些人在加入俄军阵营后 在作战中被俘 包括五名尼泊尔人 一名索玛里人 一名塞拉利昂人和一名古巴人 在媒体的镜头下 这些神情沮丧的外籍战俘 纷纷大到苦水 还有人痛苦流涕 他们表示自己是被高薪工作骗到俄罗斯的 原本以为只是作为辅助人员 不会直接去前线打仗 但是来了之后 却被送到了一线作战 俄方欺骗他们称 只要在前线待几个星期 就会安排后方的好工作 但是没过多久 就被乌军俘虏了 被俘的古巴雇英兵表示 俄军付给他25万卢布 约合2700美元的月薪 而在古巴 他是一个音约老师 每个月只能赚5美元 因此在看到招兵广告后 很快就设法来到俄罗斯淘金 基辅表示 俄方的招兵广告很有迷惑心 一般会承诺应聘者将在后方工作 例如在占领区维持秩序 或是在第三道防线服役 这吸引了大量贫穷的外国人 根据乌方的审讯 很多人都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战斗训练 就被送到前线 乌军声称 俄军将这些外籍雇佣兵当作炮灰使用 用于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和弹药 然后训练有素的俄军正规部队才会参战 按照西方的报道 在俄军中数量最多的外籍雇佣兵 来自一个亚洲国家尼泊尔 尼泊尔有雇佣兵传统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在俄军服役的尼泊尔人 在数百人到上千人的规模 外籍战俘们表示 在俄军阵营中还看到了很多其他国家的雇佣兵 包括哈萨克斯坦 印度 约旦等国 已经有多个国家 例如印度 尼泊尔向俄罗斯提出交涉 要求俄军将本国人员遣返 拿87%选票 普京宣布连任 西方各国指责选举不公 无合法性 俄罗斯总统选举落幕 在俄罗斯掌权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普京 毫无悬念 高票连任 赢得这场没有真正的反对派候选人 参与的选举 法新社报道 根据俄罗斯官方 全俄民意调查中心 威兹尔在国家电视台宣布的出口民调 71岁的普京 在周日3月17日结束的 俄罗斯总统选举中 获得87%的选票 赢得这场选举 据俄罗斯选举委员会称 其他三名候选人得票率 只有大约3%至4% 法新社称 入侵乌克兰 镇压俄罗斯反对派 与西方对抗 作为军事独裁者的普京 再次获得六年的总统任期 西方各国纷纷指责 俄罗斯选举不公正 不合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 普京全欲熏心 妄图终身执政 世人皆知 俄大选最后一天 中午反普京行动引爆全球 俄罗斯为普京胜利连任 量身定做的选举 在周日进入最后一天 反对派发起的中午反普京活动 如期出现 人们同时涌向投票站 或扔掉选票 或投给其他候选人 也有人去纳瓦尔尼的墓地 将选票投在那里 据路透社报道 周日成千上半的人来到俄罗斯 和世界各国首都的投票站 参加俄罗斯反对派所说的 和平 但具有象征意义的抗议活动 人们同时在中午出现在投票站 不管如何处置选票 就是要通过中午的会集 显示反对弗拉基米尔普京连任 而且要显示自己并不孤单 一名在莫斯科参加投票的男学生 告诉普京已故政敌纳瓦尔尼的频道 像他这样不同意现行制度的人 必须不顾一切的生活下去 他说 因为历史表明 变化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 阿波罗网副频道今天的内容是 吃诚实豆沙包 半岛电视台称 中国年轻世代不希望对台发动战争 中国女怀孕后 向荷兰男友讨8.8万欧元彩礼 他报警后人间蒸发 丢人 中国名校教授博导论文 现ChatGPT口头禅 央起中国黄金门店托管金条丢失 金主投诉无门 请点击右上角观看 您的鼓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万分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 无私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请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您的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会增强这个视频的传播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